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在军事家眼中 水代表变化莫测 只有懂得变化 善于变化者 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所以孙子兵法中说 水因地而滞留 兵因敌而滞胜 到了政治家那里 水代表广大的人民 只有取得人民的拥败 才能建立真正强大的国家 所以唐太宗发出 水能在舟亦能复舟的感慨 古往今来 中国文化中有太多关于水的哲理 有滴水穿石的坚持 有溺水行中的勇气 也有高山流水的诗意与美好 水简简单单一个字 却隐藏着关于人生的大智慧 君子四水 我们形容一个人品性很好 就称其为君子 那何为真君子 君子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 毫无疑问 论语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春天到了 孔子带着弟子们到四水河边游玩 那时候阳光普照着大地 四水河边桃红柳绿 草色轻轻 奔腾的四水 从山中滚滚而来 又不知疲倦地呼啸而去 孔子的心情很不平静 他望着四水河陷入了沉思 弟子们不知道老师在看什么 都围拢过来 子鹿问道 老师在看什么呢 孔子说 我在看水 看水 弟子们都用疑惑的眼光望着老师 他最喜欢的弟子言回说道 老师御水闭关 其中一定有道理 能不能讲给我们听听 孔子缓缓地说 水奔流不息 是补育一切生灵的乳汁 它好像有德行 水没有一定的形状 或方或长 流鼻向下 和顺温柔 它好像有情意 水穿山岩 凿石壁 从无巨色 它好像有智相 万物入水 必能荡敌污垢 它好像善师教化 所以 水是真君子 是啊 有情意 有志向 有德行 善师教化 在孔子心中 这既是水的品德 也正是君子的品德 真君子 比如胡适 刘美归来的他 从未嫌弃过 自己大字不识一个的发妻 江东秀 即使并不门当户队 也相守一生 只是有情意 他倡导白话文 领导新文化运动 推动中国文化的进步 为无国无民忧心出力 这是有志向 他交友 从不论贫穷富贵 不仅仅和一众才子相谈甚欢 也跟一些贩夫走卒成为朋友 给他们一些财物或者帮助 这是有品德 作为北大教授 振兴教育是他一生的宗旨 尽心尽力 教化学子 前后供获得36个博士头衔 逃离满天下 知识 善师教化 所以陈丹青评价胡适 完全是学者像 完全是君子像 而这恰恰正是孔子所说 君子如水的境界 现实生活中 去做一个君子 实际上就是做一个好人 怀抱一颗真诚之心 以良好的品德约束自己 以远大的志向勉励自己 以帮助他人的信念要求自己 这样的真君子 自然会得到所有人的尊敬 上善若水 老子说 上善若水 水利万物而不争 他认为上善的人 就应该像水一样 造福万物 滋养万物 却不与万物争高下 人生之道 莫过于此 不与世人一般见识 不争意识之长短 就是一种最可贵的品质 著名作家杨将 给人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这种与世无争 淡泊如水的气质 他说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 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靠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尾了 我也准备走了 在这熙熙攘攘的时间 多数人都挤破脑袋 想要大出风头 可杨将并不这样 他读书写作 翻译至学 只是因为性之所致 并没有一丝争明逐利之心 善良从容 优雅温润 就是他的人生底色 所以大家 遵他一生 杨将先生 生活中太多的人 为了实现各种人生目的 为了一己私利 不择手段 相互争斗 后来反而伤人害己 一些从不争强好胜之人 因遇事不争强 结果一生自在 这种高级的生命感悟 正是上善若水的追求 古人云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赫立千任 无欲则刚 人一旦能够做到虚怀弱骨 便能够晦及百合 而成为汪洋 人如果能做到无欲无争 便能如峭壁一般 毅力云霄 这是需要我们用一生 去学习的智慧 逍遥如水 很多人总说 一生逍遥 夫妇何求 他不是说 人拥有了财富和权力 就为所欲为 也不是什么也不做 无所事事的虚度人生 而是强调一种 内心的精神状态 如同庄子给我们描述的 那个精神自由的逍遥境界 像是水一样柔软灵活 随遇而安 不被外界所影响 如此就会得到真正的自由 庄子山目中 记载了一个方舟计合的故事 一个人在湖面上划着船 迎面而来 另一只船撞到了自己的船上 如果船上有人 自己也避讳大呼小叫 则令其避开 如果对方没有回应 更加会勃然大怒 破口大骂 但是如果来的是一艘空船呢 这个时候 即使是心胸再狭小的人 也不会跟一艘没有人的空船而生气 所以你看 不同的外界环境 会带来不一样的心态 一旦心摆脱了束缚 许多事情就没看上去那么糟 就像你把水倒入杯中 它变成杯子的形状 将水倒入瓶中 它变成瓶子的形状 将水倒入茶壶中 它又成了茶壶的形状 人也一样 如果你不能改变环境 你要像水一样去适应环境 如果你不能改变别人 你就要改变自己的心态 如果你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 你就得改变看待事情的态度 庄子眼里 只有这样 才是达到了逍遥境界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 常听人抱怨 我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 每天总有一些倒霉的事情缠着我 怎么就不让我消停一下 有个好心情呢 谁能帮帮我 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任何时候 能帮自己的都不是他人 而是自己 只要有突破困境的愿望 改变抱怨的态度 积极地去做当下应该做的事情 就一定能突破困难 最终达到自在逍遥的状态 君子如水 随方救援 随遇而安 那么就无处不自在 无时不逍遥 多学习水的智慧 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与诸君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